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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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今天要告诉你什么 追高恶梦 反高大跌 所以这几天的台湾股市被割韭菜 我们来看一下 追高恶梦开始 林海洋金爆 我两个礼拜前做了一篇节目 告诉大家说 农历的六月 新卫月 文昌化季月 请大家务必要特别小心 结果真的 上下起伏震荡如让里行舟 这两天外资卖超了 一次就割韭菜割到光光了 到底割了多少 今天大碟开始600多点500多点 收盘呢 看看到底是如何呢 怎么因应这些对策呢 好 现在呢川普放话了 到底放了什么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美股7月17日四大指数表现呢 美股道琼指数上涨243.6点 然后呢 纳斯达克的指数下跌512点 11点 S&P500指数下跌78.93点 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395点 32点 除了道琼指数上涨以外 其他三个美股通通下跌了 那ETF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来请看清楚了 我们接下来 科技七雄全均覆没 看到了没有 全均覆没 过去五日内呢 市值损失高达1.1兆美元 五天的时间1.1兆美元 割韭菜割到寸草不生 来 回答中错6.64%收报117.97美元 市值跌破3兆美元 苹果向华2.53%收报22.88美元 Meta产帅5.68%收报4.6199美元 亚马逊错跌2.64%收报187.93美元 AI下跌1.55%收报182.62美元 微软收黑1.33%收报443.52美元 特斯拉收错3.14收报28.5美元 好 七雄在五天以内被搜刮了1.1兆美元 1.1兆美元是多少个兆 你们知道吗 台币乘33.6 33.46 来到33.46还五六了 反正你们自己好好看清楚 来我们继续看 美中晶片战忧虑袭来 地缘政治方面 美国政府考虑寄出最严厉的贸易管制措施 美国放话了 限制先进晶片流向中国 外媒报导称 美国已通知盟友 如果东京威力科创和埃斯摩尔等晶片设备制造业者 持续供应中国先进半导体技术的话 美方将考虑动出外国直接产品的规格 所以他在杜绝所有的晶片的科技大厂 不能够给中国大陆技术转移或者给他直接晶片 这样子看起来呢 这个更严峻的挑战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呢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呢 此前接受美媒采访的时候访问了 他说台湾夺取了美国的晶片事业 他很质疑美国是否应保卫台湾 美国数十年来都为台湾提供保护 因此台湾应付钱给美国 他直接跟你要钱了 他不是说 哦 晶片法案呢 美国要分一杯羹而已啊 是要你直接付保护费 我们付的保护费不够多啦 继续吧 我们买军舰啊 飞机啊 子弹啊 你看看啊 然后他现在说要收保护费了 金元大厂皮揣蛋吧 批批刷吧 对不对 如果是川普已经开始这样放话的话 代表台湾未来前途堪优位 前途 钱的前途以外呢 还有前面的前途都堪优位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个呢 中国大陆呢 每天寄予台湾 长久以来接受如此 那美国一旦放手的话呢 你想想看台湾会不会战争 肯定要被打到稀烂了 来 接下来 台股早盘狂杀 台股18日早盘受到美股重挫影响呢 指数下跌跌了620点哦 跳空失守月线 台积电金开低在993元 截至上午9.5分呢 股价最低跌到988元 一次跌掉几十块钱啦 跌幅超过4个% 4个%是40几块钱 一张十张股票呢 要损失呢 40几万 好 而全职股中呢 包括广达 联发科等都是跌3%以下 调节压力非常沉重 不要说台积电 你看看哦 他一放话哦 川普一旦放话说 他不想 我们是占据了他的科技大股的台积电 他觉得科技大股呢 台积电应该是属于美国的 这是不是很奇怪的论调 难道我们是在美国横空出事的吗 不是啊 在台湾啊 在台湾当时的孙玉贤啊 国民党的这一票人啊 邀请了张忠谋从美国回来呢 开了金元片场以后呢 这几十年下来 台积电呢 稳坐龙头 世界龙头 那么他居然说 是属于美国的 来接下来 好 川普狂言大伤台湾 台积电呢 在18日开盘跳功跌破千元大关 达到988元下跌42元 市值收水1.08兆 降至25.62兆元 影响大盘约341点 台积电18日下午将召开法人说明会呢 除营运展望资本支出 金元代工报价 自成技术进展及国内外布局以外呢 地缘政治风险更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能否为市场再度带来惊喜 也牵动台股的后市 我要告诉各位 这三个月到国立的九月肯定台股不会太好 为什么 我不是谎话而已 我是用预测的方式 告诉各位 这个月新文昌话季 两个礼拜前 两个礼拜前我就做影片 再警告大家 请大家在农历的六月要小心 农历七月是认申月 那么认申月是五曲化季 在农历八月是鬼有的黑水一片 黑压压的一片污水 到底呢 美国川普呢 现在是稳定当选的样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 拜登很惨 得了第二次的Contin 19 今天已经被告知 不能够再继续每一个周去演讲 住院区 现任总统住院区 川普现在会更是 他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呢 对付台湾呢 还是对付中国呢 接下来 赖清德总统 有得受了吧 来我们看一下 投资人注意了 台股反映政局变化出现下跌 政经变数增多 资本市场受到美国大选影响 而不再平顺 拜登政府又祭出 更严厉半导体设备管制的措施 这是拜登哦 好大商半导体类股哦 因此呢建议保守而观望一下吧 听看听 我在之前就已经警告大家 停看听 来接下来 好小心追高陷阱 道听途说 高价抢着买 低价却拼命卖 今天就很多人拼命在卖呀 所以呢 今天的台积电股价 一下子往下杀了42块钱啊 早上还不止42咧 一张跌掉42块钱 惨不惨啊 四十几万就不见了 你看有多少 如果你今天呢 是买了十张 你就赔了四百多万 对吧 来我们继续看 黄金存折标天价 金价先前涨多休息呢 近期随着美国降息机率大增 加上川普遇刺推升的避险情绪呢 涨势在线 不仅国际金价冲破两千四百美元哦 台银黄金存折卖出价呢 也涮升到每公克台币2560元的天价 来到2560元的天价 此时投资100公克的黄金 比2月15日今年最低点贵了5万块钱 你还要买吗 不必要吧 暂时不要下 不要进场吧 你以为买了黄金存折 就可以避开风险吧 不见得 可能还是下一次被收韭菜的 另外一波风险哦 接下来 好所以呢 海洋老师两个礼拜前拉警报 看到没有 下半年经济大议员 全球及台湾经济股汇市的大议员 安老师解析一下 来 我在之前的两个礼拜前呢 告诫大家 请大家在农历的六月呢 要特别小心台股全球的股市震荡 因为呢 这个震惊局势非常混乱的全球呢 现在呢 整个呢 那个往欧洲的那个红色的海啊 红海啊 旁边的那个都在 以色列都在打仗 根本都不能通行 所以呢 整个的航运呢 要绕了一个大弯呢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呢 运费大涨 现在出口贸易呢 跟进口贸易都一样痛苦啊 如果呢 台湾是仰赖出口跟进口的时候呢 台湾是不是要站在第一线考量 我们怎么样呢 把这经济稳住呢 不是每天在什么炒股啊炒房啊 政府说他没有带股 带头炒房 那接下来如果再继续降跌 是不是要带头呢 止损呢 一定要的 国安基金就要进场了嘛 那赖清德总统到底会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好 美国川普说 台积这个台积电不属于台湾的哦 好 基云片不属于台湾的 那属于美国的吗 好 那赖清德怎么应付呢 因为呢 其实他的一边一国的这种论调呢 其实美国觉得他不可控 不可控的台湾的总统的言论 所以引起呢 非常多的 这个不同的声音出来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 川普是个狂人啊 我在之前做他的节目都说 他是一个非常狂傲的人啊 你看他这一次呢 被枪杀了还高举他的右手 Fight Fight 他是一个不被打败的人 你要知道 所以他现在卷土重来 再继续选择 那么 接下来的农历七月呢 任申月 任申月又是什么样的月呢 五曲化祭月 五曲化祭呢 如果在猴的位置叫做四生地 你要制这个叫四生地吗 这个四生地是转脚煞 隔脚煞 这个隔脚煞会很严重的一个发生 更可怕的一些事情发生 当然中国大陆呢 最近呢 也不是很好 中国大陆的经济真的是很惨啊 也惨到爆好不好 我只能说惨到爆 两个 几个字来形容 你们不要在下方骂我 事实就是如此 对不对 我讲的都是实话呀 那惨到爆的情况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还有他天灾这么多 到处淹大水 到处哦 广州淹王 这个区域淹王 深圳淹完 然后又到云南去了 然后又到哪个 河南去了 天啊 到处在淹水 那你想想看他经济怎么样复苏呢 非常困难 好那美国呢 美国的枪击药案这么多 总统都敢暗杀 那校园枪击药呢 还有呢贩毒呢 制毒呢 全球截然 所以呢 我想呢 下一个月的认申月 我们要更加紧国防预算 因为在整个 如果拜登政府上任以后 他说你台湾要交保护费 他不是叫你买武器而已啊 要直接扣税啊 他根本不制造武器给你啊 那他说 俄乌战争要马上停止 乙巴战争要马上停止 因为他觉得花太多钱了 在那两个战争上面呢 美国的国防支出呢 还有他们的预算 已经超额到一个天价跟极限 所以他绝对不会 让美国的经济 他是一个商人 不要忘记哦 拜登是一个什么 政治人物 他是一个商人 政治人物的思维 跟商人的思维不一样 他绝对不会让这两个战争 不能继续 那这两个战争不再继续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了 阿富汗当时呢 撤军的时候呢 坚持撤军就是撤军 看到了没有 所以呢 你觉得呢 不同的人上任以后 对台湾的命运 其实影响得非常之大嘛 所以我还是要请大家 为大家的股民 我们所有的股民 尤其是小股民们 请你们不要存着 幸免遗难的心态 那些大老板啦 几千亿几千亿回来啊 他损失个几百万不算什么 损失个一千万也不算什么 几千亿几千亿的 往台湾灌进来啊 所以呢 大家都要小心了 还有房地产 我也会做一篇房地产给大家 好不好 房地产现在呢 政府呢 已经好像有点束手不测 因为他的新青年专案呢 搞的呢 股市大涨以外呢 还房地产也大涨 那农历八月呢 到了有月 有月今年应该是 紫威隆德正做的月份 但是呢 是因为鬼有月 下面 下面的黑水啊 黑呀呀一定 你们看不到而已 所以呢 我们这三个月当中呢 请我们的股民呢 还是要得解散 当然也会涨一些再跌 涨一些再跌 不是天天跌 天天跌还得了 那股市不到会到两千多点了嘛 从两万多要到两千多 大家不就要跳楼了嘛 没有那么惊悚 但是呢 还是还蛮令人害怕的 所以呢 请股民要小心 割韭菜会割一段时间哦 好 今天呢 还是含着沉重的心情 跟大家做一些警告 谢谢你们 帮我按赞分享 开订阅一下小铃铛 来 加到我的Facebook 每个礼拜呢 有两周的两天的开奖 那也请赶快加到我的Facebook 好吧 林海洋全球开运粉丝团 看到了没有 林海洋全球 我的Facebook被盗了以后呢 到现在没办法找回来 我是不是要写信给脸书的创办人啊 哎呦 发信给Facebook四五次啊 没有回应 所以我们只好呢 怎么样 自力更生 再继续开一个新的Facebook 好 谢谢大家哦 不要忘记了 不过我觉得 不管你任何的账号 都要双重加密 我现在都双重加密 很恐怖 很恐怖啊 YouTube也被盗过 然后呢 Facebook也被盗过 哇 我这一生的心血就要白费了 是不是啊 谢谢大家 不会 不会白费 我相信我的粉丝都很爱我 来 赶快加到这里来 感谢你们哦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ino